工作表,多个工作表切换之后呢,把里面的资料给清空 OK,那因为呢,我有向下追踪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特别注意就是因为 我们清除的范围,它会自己从A3向下追踪 所以清除它会跟着往下的范围去跑 OK,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要把考评,这个切换工作表跟考评结合在一起的话 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做的方式跟刚刚也是的一同 所以直接1,在那个考评的上面把它Enter一下 2的话呢,就直接把这一段直接把它复制到这边好了 复制,我习惯按Ctrl键 Ctrl键就要拖拉过啦 一样在这个它选取的之后Enter一下 然后把这一段程式呢,放到它的下方 并且呢,把它选起来按Tab键 OK,好,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似乎就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做法一模一样,所以其实好像没什么差别 但是有没有问题呢,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当然一样我建议 除了按F8之外,另外有个除错的技巧 就是你可以用中断点,那所谓的中断点 就是程式跑到这边会停下来 那接下来你可以按F8再去逐航除错 如果你要把它清掉这个中断点 就直接再把这个点再点一下 它就消失了 那个中断点的好处就是,你就不用一直按F8 一行一行跑,因为这个里面的储存格太多了 OK,所以我就先在这边停一下 然后执行它 那你会发现它第一个会停在这边 只要执行到这里就停一下 OK,然后会切到哪一个呢? 切到S是第一个 所以切到第一个工作表 好,那再来的话做底下的事 什么事呢?就是把底下的这些公式 总共应该有七个嘛 七段程式分别放在它个别需要的位置 这前面我们做过嘛 所以这个把它放到这边七个 然后呢,一样怎么样 向下去帮这些资料帮它做填满的动作 所以让它全部跑完看看 OK,让它全部跑 那我直接按继续 它会跑到跑一圈之后呢 回到这边又停下来了 这个OK了 那往下Ctrl向下看一下 好像似乎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下一个工作表 是第二个工作表 零组 所以呢,我切到零组看看 F8 零组切过来了 那再把这些公式丢过来看 好不好OK 执行 全部丢过来了 但是你会发现 会有一个地方 这上面这边都没有问题 就等于是B到M这些范围没有问题 但是会有问题的在哪里呢 你会发现 在第41列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第41列为什么出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的原因应该出在哪个地方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公式 它是从多少 诶,40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比对的资料 好像不是40 应该是到多少 把它Ctrl向下 应该是到101才对 诶,所以这个范围好像似乎不对 所以这边的公式 才会因为这个地方出错 OK 那再来看 那如果在这个有问题 所以待会可能要改这个数字 40 那就意思说不能是40 可能要其他数字 那至于怎么改 那再来的话呢 再切到哪一个呢 切到第三个 切过来了 那再执行过 全部执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应该也对啦 可是错误的地方一样 从哪一个地方会出错呢 从第41列 诶,所以跟刚刚一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改了 应该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切到第四个 那一样的动作 全部再做过一遍 诶,又做完了 做完之后我们来看名次 诶,不过你会发现哦 好像名次 这个部分呢 就没有出错 40 那为什么没有出错呢 因为它只有到22 诶 所以是不是说我今天 只要给一个数字大一点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发生了 最大的话是101 诶 那是不是说我如果 需要把这个地方做修改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把这个数字 改成一个大于101的数字就可以了 诶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把它先再清掉 清楚 OK 然后再把这个数字 101嘛 把它改大一点 改200好了 诶 看一下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这样就用这种方法 也OK啊 诶 来看一下 全部OK了 那刚刚的零组这边 有没有问题 101 诶 似乎也没问题 诶 那排序结果有没有问题 好像似乎也没问题 OK 也就是说呢 将来呢 你们在做那个什么 名次的排列的时候呢 这个范围虽然 只需要到101 但是如果你给的数字大于101的话 反正呢 它里面都是没有资料 那没有资料就不排序了 OK 所以这样方式似乎也是可以 第一名是不是 91.3 第二名的话呢 第二名是再往90 好像似乎也可以 不过呢 这个方法似乎 暂时看起来是OK的 我看似乎也不OK 似乎好像也是OK的 这个 这个也OK 所以基本上 这是方法一 也就是说 如果你输出的时候 把这个M后面的这个数字 稍微改大一点 这个问题应该就不准 不过 这个方法 感觉 有一点是什么 好像有点取巧 因为 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这个数字 应该要跟着什么 跟着它目前 比如说40就40 如果是0组是101 那这个数字呢 后面这个数字应该就101 这样会比较精确 可是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我讲的部分 再把它先做出来好了 OK 也就是说跟刚刚清楚一样 放过来 那把这个数字稍微改大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应该 不是最正确的 但如果要比较正确的做法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我们下期见 啊